张盈盈和汪小飞的聊天记录被曝光,信息超级劲爆 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这段时间,吃瓜群众都被大S和汪小飞的事情整迷糊了吧 两人撕来撕去,汪小飞无疑是占据了制高点 马六季有望成为酸辣粉行列领军人物,这一局他获胜了 感谢这一家人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大戏 想必电视剧桥段都不敢这么演吧 大S越战越勇,不到最后绝不罢休 即便汪小飞和张岚接连炮轰 但他见招拆招,即便失去了民心,也毫不在意 原以为这一切都会以汪小飞宣布退场而告一段落 没想到11月25日,张盈盈突然站出来为情郎鸣不平 心疼汪小飞为此事心力交瘁 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姿态 随后,张盈盈官宣了恋情,承认了已经和汪小飞同居 为了安抚汪小飞的情绪,他尽量不让对方去看新闻看手机 但是这点来说的话,张盈盈没毛病 不过在网友的心中,臭虫永远都是臭虫 张盈盈的评论区也瞬间沦陷了 千万句辱骂声中很难找到一句体谅人的话 为了晚尊,张盈盈回复了两个说话比较友好的网友 看来他这次也是拼了 等张盈盈发声之后,汪小飞并没有回应 而是宣布和大S休战直言我们的事情 除非我俩说话,不然谁说都是废话 这话听起来很奇妙,难不成汪小飞的心里还在意打S 毕竟对方是他俩孩子母亲,明显是在为前妻求情 但汪小飞有没有想过,他说的这番话让张盈怎么想 让张盈盈怎么想 张盈在直播间又卖鲁蛋又卖床垫,不就是为了争口气吗 还有张盈盈,虽然人品有待争议 但人家冒着骂名站出来支持你,估计心里也做好准备了 在汪小飞的文字里,好像所有人都是外人 唯独对你的前妻还有爱意,简直没水了 直到26日凌晨,张盈盈终于等来了情郎汪小飞的表白 内容如下 汪小飞的话干脆利索,他这次算是给张盈盈名分了 另外在朋友圈里,汪小飞用一手天黑黑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并配文 对朋友和任何人我都问心无愧,爱你们 大家以为这件事情不会再有波澜石 一段疑似汪小飞和张盈盈的录音对话被曝光 这段录音时长为两分钟 里面的内容超级劲爆 语音听得并不清楚 但从网友书里的文字当中我们可以发现 汪小飞说话很冲动 张盈盈十分委屈,一直在解释 甚至说 刚刚打掉一个,万一在怀孕怎么办 碰巧的是,这段语音恰恰证实了格斯奇当时的爆料 很早以前 他们就因为打胎的事情闹过争执 后来,汪小飞和张盈盈还闹过分手 汪小飞想要退出 但张盈盈以此相逼 并要求每月支付她十万块的生活费 帮她洗白认设 不然没门 但现在两人已经官宣 汪小飞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 她到底爱谁啊 随后一位网友解读得非常准确 她可能爱大S又爱张盈盈 是一个狠菜又喜欢玩的男人 早前格斯奇爆料她和五个女人有亲密关系 手里还有大量亲密照片 汪小飞当时怂了 很显然 郑重格斯奇的下怀 可能汪小飞是个因爱深爱的人 也可能是个爱情泛滥的人 或许美女她都爱吧 如今网友希望王思聪能站出来说两句 或许王公子知道的内幕会更多 可是她的账号目前被封 王校长想说也没地方说 家务事一团糟又官宣了张盈盈 局势很不利啊 张兰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在忙也拯救不了她的傻儿子 母亲一直在维护 儿子始终在跳坑 而且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里 一边为前妻大S求情 一边跟新女友张盈盈秀恩爱 汪小飞可真忙 如今网友对张盈盈的上位也没那么反感了 毕竟大S这次做事太狗了 希望她能吃一切长一智 如今正是汪小飞东山再起的最好阶段 牢牢把握住 学学你妈妈 别为了儿女私情一个头两个大了 菜参 Far",你参考据 这次上过半边就是 replace it deals